我们接着讲吧 在接着讲之前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及时提出来 那行 我们接着讲 这下一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沿着上一部分的思路 然后主要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说把前面讲的从一个两栖的模型 拓展到无穷期 那这个无穷期大概就是说扩展到 我们考虑的问题的范畴 或者考虑问题的使用范围 因为你实际生活分析的话 你比方说你股票 股票价格 你公司肯定不只是说 它存活两年 对 公司可能存活很多年 相信的话你在实际存活两年的话 你还有更复杂的金融资产 比方说 你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Option 就期权 对 你甚至的话更复杂什么 就是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 刚才讲的资产定价 来定价一些衍生进入工具 或者说一些 不是传统一上的进入工具 比方说保险 甚至说你可以理解一下 你赌博的 就是你买了个赌博产品的价格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资产定价的一个范畴 那我们先把前面的模型做一个简单的拓展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话也就回顾了我们在暑期上的一些记者的内容 我们考虑一个典型的消费者 它的效应函数有这个刻画 这个效应函数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消费者 它的叫instantaneous 就是什么 就是当期的效果 它从消费中间得到了一些偏好 这第一 第二的话有个折现率 这beta 这个折现率是time invariant 就是不会随着时间变而变 但是我们你要学到更高级的课程的话 这个beta 它可能会随着时间变而变 然后第三 我们这里面是对未来的一个家种 并且求了一个期望 这个期望是什么 是你对未来经济的个人可能性的一个期望 我们前面不是做了个两期的一个tree吗 然后你很可能的话 一个新进化是这个样子的 逐层展开的 所以那这个10就是说 你站在这里的时候 对未来做了个期望 然后我们用st来代表 在这些相当这是st t时候的话 你经济的状态 然后我们假设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st这是一个随机变党 这个rendered variable 这个st可能 你在这里面可能就是主要是说会影响你的什么 影响我的endowment 对比方在这里面 这个yt 就由这个st来决定 这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说 y它在一个记忆里面 一个可能性记忆里面 这个记忆有什么东西来index呢 由s来index 是这个意思 我们为了简化问题 我们假设这个s 是一个马尔可福链 这个马尔可福链简单说什么 就是说26是一级的马尔可福链 就是说你今天经济的可能的情况 只依赖于刚刚发生的上一期的事情 对于过去的历史 过去再过往前的历史 是对今天 是没有任何影响 这叫一期的马尔可福链 对吧 好 我们进一步假设 这个经济起初的时候 状态是s0 那也就是说到这里s0 好 这相当于说这个就是回来刚才那个 那个叫eventry 对 0 1 2 进入下方再开 然后那个event的hiftry就是说 这个事件的历史 由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刻画 这个sd是什么意思的 就相当于就是说 从这里出发 这个整个树的一枝 这是一个hiftry 这又是一个hiftry 这是一个hiftry 这是一个hiftry 什么就是over possible path 就是所有的可能的路径 这个经济可能 could have taken 就是你这个是什么到t的时候 你在实现t的时候 你经济可能经历的路径 就是我们到这里来 你经历的不同的路径 那很显然 the number of possible paths and t is n to the power of t 你看这里面是两个 n是什么 是你的状态 这是n 这是这个 n是你每一个 效果可能 可能取的状态 这里面是2 t是时间 你看这里的t的2 那就变得4 所以很显然这个 event history 就是这么一指数增长 好 因为 我们有 这个什么 有这个 马尔科夫列 所以我们有这个东西 给定s0 然后呢 你这个 st 这个路径发生的概率 就是这个东西连成 这个pi 这什么意思 就是pi 就是说 基于t-1的时候 你是这个状态 那你t说是这个状态 这个概率 这就是前面的话 马尔科夫列 那好 我们知道 做了这基本解释以后 那消费品 有两个人的刻画 就是我们有这个表示 c e有时间 就是在这个周 同时 还有这个 历史事件 就是这个pass 就是你 你在题来了 但是你怎么来了 你是这样来的 还是说通过这个来的 是这样来的 还是通过这个来的 或者说什么的 这 是4个不同的商品 是这么理解的 那你看 你也可以算一下 就是说这里面 有多少个商品 这是1 这是n 这变成n平方 主线时间 是数人的 然后对 这里面任何一个商品 我们这个商品 就怎么 把它index 有这两个东西 index 一个t 一个st 它的价格是什么呢 就用这个的 同样什么呢 有t 就st 那进行怎么样 对它继续index 然后这里面 0和s0 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站在这个位置 我来 观察它的价格 或者相对价格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再总结一下 这个落下点就是这 这两个东西 这就对应了 比方说这里 这个商品 你的消费量 和这个商品的价格 好 那行 我们 首先看 complete market 这个所谓的complete market 就是怎么讲呢 是说我们有 一套完整的 arrow-de-brewed security 所谓的arrow-de-brewed security 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 买了一个单位的 一个特殊的arrow-de-brewed security 它会在 那个指定的状况下 给你一个特定单位 就是什么意思 你看回到这个去 就是说你站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这个经济的话 只有两 只有这三期的话 那你就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种不同的arrow-de-brewed security 这六种不同的arrow-de-brewed security 只是在指定的时候 给你一个return 这是arrow-de-brewed security 好 那我们 基于这个 我们就看消费者的 优化问题 这是消费者的 目标函数 这目标函数 前面说的一个概念 这是效用 这是折现 这是概率 这是对时间架数 它选择这个C 注意这个C是什么 UT 和ST 这它一两个 进行排序了 它的预算又是什么呢 我 选择的消费量 所对应的价值 或者说它的成本 不能超过 我拥有的 我拥有的 秉赋 的市场价格 对吧 是这个 这个是 消费者的 预算业数 但是有同学就说 你这里面 进入了一个arrow-de-brewed 这是个资产 你应该是说 消费者也会选择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arrow-de-brewed security 这里面要出现呢 好 那我们看下面怎么来 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什么 这里面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要上过那个 假计可能都忘了 我们这里面 实际上是 看了一个叫social planner的问题 这个social planner 来对这个资源进行配置 这里面其实就隐含了 这个arrow-de-brewed 但是只是什么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是个representative agent 所以说这个arrow-de-brewed 其实这个资产的话 尽管存在 但是其实并没有交易 那其实是什么 而且我们前面也就是说 通过一个两级例子 也简单跟你说了 就是说你一旦知道 找到这个价格 这个Q Q什么 这个商品价格 你一旦把这个叫 这个叫state price 我们一旦找到这个state price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从这个来推导出 推导就是什么 推导就是说arrow-de-brewed security的价格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个等价 这两期的模型的话 就是说它最后直觉已经讲 这里面只是说 把它一般化到一个无穷情 好 我们同样 这是一个带约束的优化问题 那也是这样 你这里面也有一个 multiplier 把这个作为一个约束 这当然呢 这应该是说 把这一块 放到这边去 减去 一般的话 因为 Lagrandian 它的multiplier 都是大于等于0 对吧 好 那行 这是 lambda multiplier 那么很容易我们就做优化问题 这个优化问题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退一步 这个优化问题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对 Ct St 求一届的 那你在这里面出现个位置 对不对 那求导就是 V导T 乘以什么 乘以 U' Ct St 乘以 μ 然后呢 加上 lambda 它这什么 在 这个不是 这个 简句这个吗 对不对 那就变成了 负的 Q T St 对 因为它求到 cgp 就等于0 对吧 这是我们对 Ct St 进行求到 对 那么就等到这个东西 对 对 那好 那下一步怎么弄呢 下一步我们 如果说 把这个 Q0 等于1 把它答案化 那你就可以求成lambda 为什么 因为你想的话 你在 你 你在 C0 S0 求一届导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 这个就变成了 β0 乘以 U' C0 S0 乘以μ 因为在S0 所以这个μ就等于1 因为你是从那个出发的 就等于lambda 乘以Q0 S0 而这个是1 那这个不就lambda 等于这个吗 这个也是1 就刚好就等于这个了 好 你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叉量 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意见条件来 结果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公司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state price 而这个state price 而这个state price 又刚好给你的arrow 的brew price 然后一般人的话我们还会 加一个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这是保证什么 保证一阶条件是充分必要的 这个东西 这里只关于什么 就是说你要确保 你在这个经济 的终极的时候 你的消费 在那个时候的消费 对你而言 带来的季限制是零的 你就没有 最想最等价是一个叫 终极导演 在那个finish 那基于前面的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下竞争局分 这也是对甲基上个的一个回报 所以竞争局分 就是什么 就由一系列 两个系列来刻画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 数量 当然这里的唯一数量 是consumption 这两个secret 这两个条件 第一 这条件呢 就给定价格 这个consumption 解了消费者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这个价格要使得市场出勤 market clear 你看 这怎么个理解market clear 这个是消费等于 你的禀赋 这个叫商品市场出勤 或者good market clearing 但是这个商品市场出勤 同时隐含了金融市场出勤 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是说 没有展开讲 你其实可以就是说什么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 take了一个short card 实际上什么 就消费者的话 它其实怎么样 它你可以允许它选择 这个 这个 arot bro 这个有很多很多arot bro 对不对 它这个就是 它就是 and to the power of infinity 这么多arot bro 因为这个里面 这个也是吧 这个有多少个 我说错了 不是and 就是 这里面有多少个商品 那么我们就有多少 arot bro security 这个商品的数量是多少 是summation and t吧 t等于0 的无穷 对不对 因为 你这个节点 逐渐逐渐增长 那相当于这个 那注意到这个arot bro security的话 它是一个金融资产 它本身的话没有任何 它本身并不能产生实际的产出 它是一个nominal资产 有人买 必然有人卖 所以说怎么呢 所以说这里面就隐含了一个financial market clearing 所以说因为有人买必然有人卖 所以说对任何一个金融 对任何一个arot bro security 它的net demand 或者说net supply 要等于0 好 然后 群根价格在前面已经揭露出来了 就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等于 这个里面 跟前面的唯一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 这个 纠肯结果 带进来 我们刚才一解释了 刚才这两期模型 这里面是 无穷期 但是一回事 那解释它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这个state price 有三个东西的确定 一个是折现 一个是事件发生的概率 第三个是说你在那个状况 那个state的情况下的话 你的禀赋状况 这三个东西共同决定的 你的价格 好 有这个价格 那我们就可以 来price arbitrary date with history st 对 然后这里面区别是什么 这里面是说 对 这个我目前是说什么 是说 你商品 叫good 或者 arrow debru security 价格 这个商品是什么 商品呢 是你在t 和st的价格 这个arrowdebru 是什么呢 是说你在t和st说的话 给你一个单位的商品 这个价格是什么呢 是你在t等于0 s0的时候的价格 或者是那个主节点上的价格 我们下面关于什么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tree上面 任意一个点 任意一个点 来看未来 就是相订这个点 比方说我们有a的表示 这个点b 我们要了解b 这个时候something 你在a的时候它的价格 这个equation就是搞什么 这个b这个something 在这一点的价格 我们用all的表示 我们现在什么 现在要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b 在a的时候价格 或者说那就是怎么 就是说要price at arbitrary t with history st 那这个怎么来呢 就这么来 这里面首先是表示什么 就是说我在t的时候 那个我呢过去的路径是st 我想了解在这个状态情况下的话 在一个未来的时间 t加上j 在一个未来的一个 路径上 特殊一点的商品的价格 那这个价格等于什么呢 这个价格的话 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的 你未来的话 就是你刚好是在这个路径上 这个s 就是说你 你现在的t st 你未来的话 就刚好就沿着这个路径走 如果是沿着路径走的话 那这个时候价格就有这个了 这是个相对价格 这是你在0的时候的话 你这个特殊这个节点上的价格 这是0的时候的话 你观察它的价格 t×st 这个这个是我的差量 就换个图 什么意思就是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用A来表示 要看 这个地方 B的价格 对 那这什么呢 就是说你从A到B这个地方 对 对 对 那你 而且这个B的话是什么 是从 而且你这个B的话是一个指定路 因为从这里面到B的有很多路径 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出发 你知道从这里看 这里看的话 这有一个价格 我用QA表示好了 从这里出发 Q10表出发 从这里出发 这个B的话也有个价格 Q0B 那你从这一点A点 来看B的价格的话 那很显然就等于什么QB0 除以QA 你我们看他在A相对价格 对吧 好那后面的话 只是说从这里到这里的话 只是不说 把你这个价格带进去 而从这一步到这一步的话 是说什么 是说你把 这个概率放进来 这有一个概率就等于0了 然后就总结一下 就这个 这一页子的话 就核心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从0 从T ST 看未来的 T加1 和ST加1 这个时候价格 由这个来 唯一的跟前面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你 两个区别 我应该是三个区别 第一这个折线 不是Beta T加1 对不对 你是相对于Beta T的 这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你的 就是 Normalization 是 U' CT ST 而不是像之前 U' C0 这是第二 第三 你这个什么 这个概率是 Conditional on ST 条件概率是ST 而之前是什么 之前是整个Pi ST加1 对 那因为我们就看什么是叫 这里面是什么 我用我们有一个什么叫 EJ Mark 无量 所以这个概率就简化 往后走 就简化成这个 然后从这个式子到这个式子 我们做了两个替代 一个替代是什么 把这个C 把这个C 换成了Y 因为在均壳里面 我们知道C等于Y 第二个替代 这个条件概率 变成了这个 由这个EJ Markov-Len 的转移概率 做替代 然后这里面什么 这个注意啊 这里是说我们在T ST的时候 看未来特定时期的商品的价格 我们前面所谓的是什么 是在0和S0的时候 这里只是说把它做了一个 一般化 而做一般化 基本是都是 对整个价格就 T和ST 也就是说Q T ST 做一个 单位化 这种单位化 便于我们 考虑比方说 叫Sequential Trading 这个所谓Sequential Trading 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话 是说我们从这个节点出发 我们所有的Trading在这里的 这里展开 刚才说嘛 就是有多少种商品呢 这里有N T T重零 到Infinity 或者Capital T 这种商品 那所有的是交易到这里达成 对 然后的话 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里面 交易 关于这个和这个交易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这里面又再交易一次 关于这个这个交易 这里面交易一次 关于这个这个交易 同样 逐步逐步展开 这就是Sequential Trading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如果说推出了这个价格的话 就便于我们去理解 这个Sequential Trading 那好 好 基于我们前面这个讲的 我们就可以用 用这个来 来对任意的金融资产进行定价 对 然后前面说了 任意一个金融资产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未来现金流 来刻画 对 这个D 就是你未来现金流 而这个现金流是什么 T 和ST 对吧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路径上 给大家现金流 对 然后呢前面 我先两期目前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现金流 任意自然的现金流 可以通过 通过相应的 Aroad Blue Security 来复制 对 而这个复制的过程 就相应什么 也就是你复制了它这个现金流 就复制了你这个金融资产的 给你带来的价值 那相应的什么 相应的就是说你购买 这一系列的Aroad Blue Security 的价格 或者你愿意付出的价格 就会等价于这个security 这个资产 你所关于的资产的价格 那这是这个能量的逻辑 然后问题是Aroad Blue Security 它的价格等于什么呢 它的价格又等于 我们前面说到 等于那个state price 这三步 我写一下 就是说 你第一 你关心的是一个金融资产的价格 我们且用P来表示 这个价格 那你问题是 你怎么定它价呢 那你说这一个金融资产的 security 你可以用 一个序 一组Aroad Blue Security 来进行复制 为什么这个可以复制 因为Aroad Blue Security 可以 就是你有完备的Aroad Blue Security 确保你在任意提和ST 它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单位的回报 那你问题是你任何的security 它最终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不同的提和ST 给你带来不同的回报 对 对 那你就是什么 那你从 从根本上 你可以选择 一种特定的Aroad Blue Security 其实是这个权重的话 就刚好就等于这个D 对 然后用这个来替代这个security 这第二步 好 因为它两个能替代 所以什么 那就是说 那第三步 你这一组Aroad Blue Security的价格 就等于这个P 或者跟你提供的这个P 那最后一步 每一个Aroad Blue Security的价格 就刚好等于Q 什么Q 就是State Price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State Price 就等于在那个特殊的T和ST说的话 商品价格 而那个Aroad Blue Security的话 它的本质就是在 那个特定T和ST说 给你提供一个单位的商品 所以说这个State Price 就等于 这Aroad Blue Security Price 所以这四步 就给你的那个资产定价 而我们前面也知道了这个State Price 是什么 对 那好 那我们就看任何一个商品 一个金融资产的价格 那当然这个价格是怎么呢 是在T等于0 S0的时候的价格 好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你在未来的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路径上 你所能得到的可能的 先进流 乘以那个先进流的State Price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解释什么就是说 那我就是构造一个Aroad Blue Security 然后呢这个数量呢 刚好就等于你所要的 你所要 你所能提供的现金流 那这是这个Aroad Blue Security 数量 就是在特定的Aroad Blue Security 去数量 这个是Aroad Blue Security的价格 这两种不同解释是等价 好 这个等是什么 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个Q的价格 带进来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Q价格是什么 是 这个东西 乘一个这个东西 我把它 分开写了 对吧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就这个Mu 就有这个Expectation 替代了 对吧 所以最后就得到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前面讲的 两期 你看从这里 就基本上是这个 最后到这里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两期模型 对资产定价的一个全面拓展 是吧 所以说是这什么是期望的 预期的 折现过的 现金流的 净险值 好 我们可以 对前面的事情 做一个拓展 怎么做拓展呢 我们同样 刚刚是说什么 是说在T等于0 和历次S0的时候 那我们所想的关系什么 就是说 如果说不是说 在这个时候的价格 是任意一个时间 任意一个History的价格 对吧 就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事件数 前面的话是说 我站在这里面 看什么 看一个金融资产 我用个三角形的表示 这个金融资产 可能说在这个时候 给你要回报 对吧 这个时候给你回报 对吧 然后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金融资产 在这个时候的价格 你可能什么 你可能说 我想的话看 这个时候 我去买这个金融资产 做到价格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做的 基本上就是说 把这个金融资产 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它价格 做一个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单位化 就这个节点上的 state price 进一个大量化 对吧 这跟前面讲的是类似 你看那怎么做 就是说 这个还不是 我想想这个做的还不完全是单位化 这是什么就是说 那就是说我在t和st的时候 这样你可以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通过单位化的理解的问题 是等价的 那这里面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事 那是说什么呢 是说我在t和st的时候 看一个特定的金融资产 给你带来的东西 那就看什么 就是说你看 从st往后 从t往后 未来的所有的可能路径 情况下 这个金融资产给你带来的 限定流 然后价格用什么呢 哦 这里面就实际上体验了 就是说那个单位化 这个价格就跟前面价格不一样 那么前面价格是q0 st价格 s0的价格 对吧 就是你在那0和s0所的价格 这里用什么 这里是tst的价格 对吧 你看我们前面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是q0 0和s0的价格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tst价格 对吧 对吧 我们在前面几个 这个slide里面的话 就跟你推导过 这个价格 前面是q0 t加j st加j s0的价格 你现在要看这个价格 为什么你是这个价格 因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估价的时候是变成 之前的话估价是p0 s0 在那个时候是估价 现在是变成ptst的估价 OK 那你就要把这个q 变成这个q 那就变成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前面讲个 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倒过来 对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对吧 你的tst的时候 看t加1st加1的价格 这里面是个一般的形式 对吧 就是说t和st的时候 看t加j 和st加j的价格 对不对 怎么来的 是做的单位化 这个就在这里面就用上了 这就这里面用上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那pt 这个pt就简化这个 就等于这个 道理一样 只是说什么 只是说我的 我的出发点是t和st OK 好 我们沿着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做一个 D规分析 这个是下面一个分析 我们看到pt 就等于 这未来的先进流 对不对 就跟这个来的 就这个未来的先进流 但是问题是 你把 就是这是 这是 这是t加1 这相当于是 对吧 这相当于是说 t加上2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说 今天展开以后 就写成这个 那问题是这里面就变成了 那个什么东西 就变成了 很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一块 又变成了 又变成了pt加1 那这就变成了这个 好 我们就看这个 好吧 这个简单说什么 就是说 你在t的时候 这个资产的价格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两块 第一块就是说 你在t加1的时候 它能给你带来多少预期的 现金流 就是在马上t加1 从什么来就是说 你在t加1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选一个什么 就是把它卖掉 给你带来了 额外的现金流 pt加1 所以说你把那个就是说 给你带来的现金流 加上 你把这个资产在t加1的时候 就卖掉 所给你带来的现金流 首先到现在 就等于你来讲 那这么做的好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pt 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叫recursive 变成了一个地规的形式 在未来的分析 就变于对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做计算的时候变成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以前在暑假的时候讲那个 dynamic programming 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 把一个infinite horizon问题 变成一个finite horizon 其实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概念 对吧 因为你这个的话这个式子本身的话 是一个infinite sequence 而你这么做的话 就变成了金铁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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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我们就这么定义的 然后就是说又知道在均盆里面的话 会有这个等式 对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 把任何资产的价格很漂亮的写成这个形式 这个任何资产的价格 在提出的价格就是什么 等于你预期的折现过的它的现金 它能带来的现金流 以及它的resale price 对 因为你有这个option把它卖掉 对不对 你一旦把它卖掉以后 你就给你带来这么多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那很显然 如果说这个资产的话 只有一期的话 也就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 one period bound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买了 今天买了一个单位 明天跟我一个限定流 然后这个我们contract就结束了 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没有vesale value 那pt加1就等于0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最简单 但是如果说是long live assets 比方说 刚才不是说的 这个股票 你说你买一股阿里巴巴 或者说你买一股 这个腾讯 对 它这个只要公司不倒 你每年就有限定流 可能是零 可能是很多 有时候可能是负的 对 那这样的话这个好处怎么就把它变成地位性质 好 好 然后这里的话 下面就跟大家解答一下这个sequential trading 对 这个sequential trading 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话 是说所有的trading是在 s0 t等于0 就是说在这个主节点上展开的 对 它这个好处是在概念上很容易理解 对 然后你所有的问题 把它一次性解决它 对 但是麻烦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现实中间的话 你的交易 都不是这样进行展开的 所以说那个并不是个直观的一个 对经济的刻画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一个直观的刻画 是什么呢 就是要 要怎么样 要进行一个sequential trading 就是1717的进行展开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一起 就是前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吧 那行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sequential trading怎么展开 现在我们讨论有complete market 所以这个complete market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有各种各样的arrow security 这个arrow security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t的时候 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交易 就是在任何一个t和st的时候 注意啊 这个t和st 就对应了 我刚才画了这个event tree上面的 任意的一个节点 那我在这里 那我在这里的时候 那我在这里的时候的话 所谓就是arrow security上面 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里和这里 这有应该说有n种可能性 对不对 那我就n种arrow security 每一种arrow security 每一种arrow security就对应了 在下面的节点 对应的下面的节点 对应的下面的节点 那在一个特定的节点 像我跟你一个单位的回报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arrow security 你看跟前面说 前面说我站在这里 我有这么多个arrow security 这个某圈圈 就很多很多个 刚才你说的 就是submission and t 什么 而现在我说什么呢 我是说 我把它变成sequential trading 那我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 从这里出发 对吧 从这里出发 我看到任意一个t和st 我这里说 交易易亿主 交易易亿主arrow security 这个arrow security 就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在下面的节点 如果说在这里说的话 我给你一个单位 这是一种 或者这里说的话 给你一个单位 那是另外一种 这两种不同的 好 所有的东西看问题的话 是从这里出发的 那你 那问题是说 从这里出发 arrow security price等于多少呢 那进行前面的解释 那就实际上 就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说 这个arrow security 你在这里面价格 进行单位化 单位化的基础是什么呢 单位化的基础是说 你在这个节点上的state price 对不对 那如果你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那前面我们其实都已经 已经算过这个东西的价格了 对吧 因为你什么就是这个arrow security 就是你看 在这个时候的价格 这个时候 看这个arrow security价格 然后对它进行这个 进行单位化 我们前面不是做过这个工作吗 对 前面做过工作 就是说 是说在任意的t和st 看一个未来的assets 或者未来的一个security 或者未来的一个商品的价格 对不对 我们前面做过 好 那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说了 我就不 不生物展开了 那基本的思想就是 对它进行单位化 那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价格 好 你一旦得到这个价格以后 得到这个价格以后 得到这个价格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消费者的问题 重新写进去 而我们现在写的话 就跟前面写法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前面是一个sequential 是一个infinite 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暑假 用一些工具 把它写成一个地规的方式 OK 怎么地规 首先这个theta theta是什么呢 是你有多少单位的 Aurus Security OK 那注意啊 这个theta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 这应该是个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一个reactor可能不是 OK 就是说这个是在特定的asset的时候 你这个Aurus Security有多少 因为你其他的Aurus Security 对你而言之外 没有价值 所以说也 你也不用关心 对 OK 好 然后的话 你把这个你先低规的 这是你当期的效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未来的value 然后成了这个概率 然后你选的什么呢 你选的一组Aurus Security 注意啊 这个是submission 一组Aurus Security 这里 这里有多少个就是在 这个节点后面有多少个可能性 那你就买多少东 Aurus Security OK 然后的话这个Aurus Security 这个这个东西 Aurus Security 总的价 因为你有很多 这是他的每一个价格 这是你的消费 这就是你的总支出 你总支出不能超过你的品费 第二就是什么 这是你之前买的 一组Aurus Security 但是只有一个特定的Aurus Security 给你 给你带来现金流 对 这是Aurus Security的一个特性 对吧 就是Aurus Security 只是在一个很特定的 特定的状况发生的情况下 它才跟你有相远的 这是Aurus Security 然后这里面的话 是一个叫short sale constraint 实际上这些人们就是说 就回到之前我们讲的 就是说什么 是防止这个消费者 用借薪债 还救债 来play一个叫pundi game 叫pundi game 对吧 如果允学那样的话 那个这个经济均衡就不存在 因为它总是 能通过借更多的钱 来进一步提高它的福利 所以均衡不存在 对 好 同样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就是求它的一届条件 和 那个叫包落地名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我就不深入展开了 但是就得到结果的话 跟这是一样的 好 这里面是就是说你看到吗 这里面是 两个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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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有很多 这里就是说有多少个s' 就有多少可以放成 然后就 你把所有条件进行合并 就得到这个价格 对 这后面这块我就 这一块我就 不 不展开了 好吧 基本结论跟前面是一样 好吧 那行 那我们下面的话 我们就 把这块跳过去 后面都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我这块我就跳过去 我想的话再进入下一个s' 好吧 好 好 我们对这个前面讲的东西的话 做一个进一步的展开 对 然后的话 也这样进一步展开的方式的话 就是 在前面的模型里面的话 考虑更多的金融资产 通过这个考虑更多的金融资产 进一步帮大家理解 怎么样去做资产定价 对 然后我们分析的框架的话 还是跟前面是基本一样 就是说有一个redent household 它的偏好有这个 和这个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这个经济的基本 情况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一个s来扣画的不确定性 也是有一个马尔口链 这个indowment过程也是一样 这跟前面是完全一样的 好 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我们这里的话 引入不同的security 我们前面的话 在前面讲的时候的话 我们只讨论过 第一是Arrow to prove security 对吧 第二 我们在前面的话 两期的例子里面的话 考虑过Bund 一期的Bund 也考虑过Stop 对吧 这是前面考虑的 那么现在这里的话就是说 我们考虑一些相对更具体的资产 通过这个讨论相对更具体的资产 来理解一下关于资产定价 以及后面更深的一些经济比论 好 我们这里面的话 考虑如下几种资产 第一 是一个一期的Zero coupon 这个所谓的Zero coupon 是什么意思的 是说 就简单说什么 就是说没有这个现金流 它只为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 我付了一个价格 今天付了一个价格 到了明天 对吧 它guarantee给我一个单位的商品 这个一个单位商品 是独立于未来经济状况 不管是好是坏 是天晴下雨 我一定得到一个单位 这是个价格 这我所谓说的Gas 就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是军肯定的价格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然后呢 哦这里面对Zero coupon 好 这通过两期的话 可能Zero coupon 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一个两期的Bund 这个两期Bund 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买了 哦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买了一个单位的 明天 什么都没有 连一个 一个库榜 也就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消费券也不够 一直到了 第三期 他在跟我回报 就从这里跳过去 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什么呢 到第三期什么呢 他给我一个单位 而这个一个单位的话 是在任何一个状况下的话 都是给我一个单位 所以这个是个两期的 同样我们说它有个价格这个 这个价格也是会在均衡里面确定 我们不知道 我没有考虑 这是第二 第三 我们说 这里面有个Lukas tree 所以这个叫Lukas tree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因为 这个 这个概念 或者说这个金融资产 是Lukas首先 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来了 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 很基础的经济现象 但是将那是说 这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个Lukas tree 这个Lukas tree 这个Lukas tree 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说 我持有了 当然不会是一个单位 Lukas tree 那这个0.1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那 我在未来任何一个 未来的任何一个节点上 我就会得到0.1乘以YST 这是我要得到的回报 对 而且这个Lukas tree的话 你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的 对 正的就表示说我拥有 负的表示我欠这个东西 对 而你看到这个Lukas tree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 实际上你对整个经济的 秉赋 有一个拥有权 那这个是Lukas tree 这个Lukas tree 这个Lukas tree 是一个 它是应该是个real asset 它real asset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 它你拥有这个Lukas tree 它这个tree本身的话 在这个资产本身的话 它会带来真实的资源 对这个经济而言 而这个前面这两个报 后面看到的话 它就是Lukas tree 对 因为你想的话就是说 我拥有一个单位的Zero Kuban One period 那实际上是说别人卖过 我们两个人就是说 在交换这个过程中的话 本身并不产生 任何实际的resource 只是说是说我欠你 或者你欠我 而Lukas tree就不同了 就是说 你这个Lukas tree本身的话 真实存在 它就是说它就产生了整个经济的 好 接着我们下面来 然后呢 我们还考虑更复杂的这种资产 说这个叫 European core option 这个欧 这个欧式的 就是那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叫 怎么翻译 就是这种契权 这个是什么 是说 我 可以买这个Lukas tree 在一个特定价格 这个价格是双方指定的 但是很显然呢 如果说下一期的Lukas tree的price 我看我们前面有什么标志 表示上PZ 如果说PZ小于K 你肯定不会买 对不对 你买那么多块钱 你在什么时候 你会exercise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去执行你这个期权呢 只有什么 只有在PZ大于K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的话 你以K买进来 你一 以PZ卖出去 你就赚了钱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仍然的话 对这个金融质感也有个价格 用这个来表示 好 接着来 还有金融质感的话 就是insurance insurance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 那限制中也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 我有一个Loss 你比方说那个汽车保险 健康保险 对不对 我要一个支出了 他就给你一个负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个Loss的话 不是就是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一些 一些notation 对吧 我们现在怎么就简单 做什么呢 就是说假设如果说 你的endowment 你的endowment 这个endowment 第一本子讲的话 也就相当于Loss 就是比你期望的要少 对不对 就是如果少于这个单位的话 他那个 这个insurance的话 就给你一个单位的背包 就给你一个单位的背包 一个单位的 一个单位的 一个单位的上面 对 如果说你比这个还要多的话 那就没有 就像是你没有Loss 对 对 同样这里有个价格 这是第四 第五种 最后一种 这个叫 Gamble 就是赌博 那这个金融 这也是一种金融之战 为什么呢 这个金融之战的话 也会给你带来先进流 但是他这个先进流 是有一个随机事件 随机的事情发生的 比方说这里面用一个例子 这个叫I-9 football I-9 football I-9是什么呢 是那个我以前的 Universe of Illinois 就是国内翻译的 U-I-U-C Universe of Illinois 所以这个美国的话 所有的大型的话 基本上就是都有一个 球队 球队的话 他都有一个机箱物 或者说他有一个 什么一个 鞋称就是一个称呼 他这个I-9 就是他这个 主角队的称呼 是吧 然后那我们这个Gamble 就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主角队 表现非常好 进入了 就是决赛 对 和最终的赛季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了 我就给你一个单位 如果没有了 那你就零 对 那很显然这也是个金融资产 对吧 这个金融资产只是说 Condition 这个特殊的事件发生 当然我们这个特殊的事件 发生的概率的话 这里面算是用Epsilon 那最后这也会加入 好 我们有这六种不同的金融资产 那我们把这六种不同的金融资产 就放到我们前面讲的模型里面来 然后这里面把那个所有的金融资产的话 总结一下 B1是我持有的一期的棒 B2是持有的两期棒的 G是那个Local stream O 是 O是什么东西 Option 对就是你那个期权 I 是我那个Insurance 买的保险 G 是我的Gamble 就是那个赌博 对 好 那 这是你持有的量 对不对 那你这个持有这个 这种不同的 不同的 金融资产 它在每一期的时候 它的价值多少呢 价值由这个来刻画 一个来 这个是一期棒的 对吧 这个是两期棒的 对 为什么这里面是一个 B1是你的持有量 对 这是你在前面一期持有的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就是说 你就变成了给你一个单位 所以就是 就是你一个单位 给你一个单位 那现在只B1个单位 就给你这么多 好 那你这里面 两期是什么 就是你到第二期 你还没有到期 但是你可以卖 对不对 因为你到第二期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变成了 一个一期 就是说你看 你现在是说是 这里面嘛 你在这里买 这里买的 两期的 你到这里面 就是什么 就到期了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你这个时候 两期的 这个时候买的 不是 这个时候买的一个 两期的 债券 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就等于等价于 在这个时候 买一个一期的债券 对不对 所以说它价格一圈 成这个 乘以B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Arow Security 这是你在前面买的 对不对 你买了这个Arow Security 不是 sorry 你买了那个Looker Tree 这个Tree的话 在这个时候的话 第一给你带来了 Dividend 现金流 同时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Tree 你这个钱收了以后的话 你还不可以把这个Tree卖的 对不对 这是它的价值 乘以它的你的单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Option 你Option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 你只有在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你只有在价格大于K的时候 你才会去执行 对不对 如果说小于K的话 那你不执行 那对哪个人的话就是 0 给你带0的Option 这乘以它的单位 然后这个Insurance Insurance是什么 只有在你的收入低于M的时候 对不对 它才会给你带来 带来回报 对不对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的Insurance 给你带来 一个单位的Insurance 这是你的 这是你买的数量 对不对 你看这个1 这个什么样子 只有在你的收入足够低的时候 等于1 要不然等于0 最后 这个赌博 只有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有 好 那基于这个 那什么呢 就是说那你消费 加上 你购买的 这是 就是Sequential Trade 你购买的 这6种 这1Gbund 2Gbund Local Trade Option Insurance Gamble 不能超过 你拥有的 这些 金融资产的 价值 好 那好 那我们把前面的 放在一起 那就这里面就有一个 House 问题了 对 House 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给定他的 Net wealth 和经济状态 他选择消费 选择买多少 1Gbund 2Gbund Local Trade Option Insurance Gamble 最大话 当期的效用 加上 折现的 预期的未来效用 然后要 满足这个 预算业数 OK 然后这个字告诉你 就是这个经济怎么动 是吧 这就是下一期的Wills 就跟前面讲的是一样 跟这个是一样 只是说往前进了一步 好 那么下面怎么办呢 下面我们就要 通过 一阶条件 这个一阶条件 最后的话 就帮着我们找到 这所有的P的价格 包括这个一期棒 两期棒 Local Tree Option Insurance PG 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 找到他们价格以后的话 我们要对他们的每一个价格进行分析 来理解一下背后的经济含义 比方说 比方说 你回头会看到 这个 Gamble 它给你带来的预期的回报 Expective return 是等于零的 OK 我们要理解是什么原因 我们今天我们就 咱们讲到这点吧 我们 星期 你们现在是星期二 星期四 早上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然后再讲下一个课题 好吧